根据报导,位于洛杉矶蒙罗维亚的食品超市TraderJose爆发疫情 有5名员工确诊感染病毒 该超市位于蒙罗维亚市西航停顿大道604号 根据店长向媒体的透露 染病的5名员工是在上周的病毒检测中被确诊 随后,所有的染病员工都没有回到过该超市 店长还表示,事后该超市经过了多次深夜消毒清洁 目前已经安全无余,消费者可以放心购物 根据TraderJose的规定,所有员工都要在上班之前进行筛检 若有染病症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事实上,TraderJose的第一家店位于帕萨迪纳市 创始于1967年 凭借新鲜模式的风格渐渐发展成 拥有超过500家店面的连锁食品超市 目前TraderJose的总部就位于蒙罗维亚 另外,疫情之下,包括亚凯迪亚、蒙罗维亚在内的多个华人社区 都曾出现过超市员工确诊的情况 6月份以来,亚凯迪亚的Vons超市 韩国超市Hmart、罗兰港的99大华超市等 都曾经有多名员工确诊感染病毒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